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报复 宣称命中了全部目标 但是这些目标的选择好像挺需要理解能力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前天我们猜了一下 俄罗斯可能因为克里米亚大桥的事情 对乌克兰进行一个足够大强度 但是能够控制烈度的报复性打击 昨天节目播出的时候 俄军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 一天内发射了200多枚各种巡航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境内十多个主要城市 最后普京宣布 俄军十日早上使用高精度武器 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包括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军事管理设施 还有通讯设施 达到了行动目标 并且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 而且他还命令国防部长邵伊古 报告行动成果 这条消息充分说明 以前有人传言 邵伊古还有格拉西莫夫被解职 那个消息是不属实 另外俄罗斯媒体还报道 导弹命中了泽连斯基办公室 还有特勤部门办公楼的附近 既然根据普京的说法 俄军这次打击行动 选择的目标都被击中了 那我们看一下目标都是什么 就是我感觉其中有些目标选择 让人肺解 似乎颇有深意 比如这次基辅的情况 就是几处变电厂还有变电设施被炸 这个我可以理解能源目标 但是视频显示 打击基辅第五热电站的时候 一枚导弹打中了变电站 另一枚巡航导弹避开了发电厂的厂房 还有油库 落到了几百米外的地面上 此外还打中了爱乐乐团旁边 玻璃栈桥下边的一个地面 俄罗斯炸这个观光桥 大概是因为这座桥的名称叫做乌俄友谊桥 目前这个桥还健在 说明乌俄友谊还是经得起俄罗斯导弹的考验 另外还有一个街头雕像也遇到了导弹攻击 这就需要了解一下 这是谁的雕像要引起扎手行动 同时挨打的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 还有舍不清科博物馆 还有教育部附近的一个路口 另外韩国三星公司那个大楼也挨了打 里边有德国大使馆的办事机构 前一段时间正好是德国拒绝了 向乌克兰提供坦克等重武器 这几处导弹落点证实了俄罗斯媒体的说法 都是在泽连斯基办公室 还有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一公里到两公里的距离附近 如果不堵车 开车只需要一两分钟 另外罗伯尼亚大使馆附近也挨了一发导弹 距离是八百多米 基辅现在统计 三波导弹袭击之后 一共是五个重要的市政设施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另外受损的还有45栋军民楼 6所学校 5个医疗机构 6个文化机构 还有几个社会事业机构和行政办公楼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理解 为什么俄军要准确命中这些目标 这里有什么战略考量 前一段时间 俄罗斯打乌克兰电力系统 可以降低乌克兰铁路运输的效能 而打乌克兰的水库大坝 可以发挥一下花园口效应 阻止乌军前进 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也是打俄军的后勤补给线 都可以算是选择了战役 或者是战略节点目标 但是普京这次的报复行动 200多枚巡航导弹 打的是一批科教文卫设施 难道是希望俄罗斯的孩子 将来能够赢在起跑线吗 现在我看到两种解释 一种是说 俄罗斯的精确制导技术确实不行 打击精度太差 这是目前的主流观点 不过精度差也不至于差到这种程度 所以还有专家认为 普京这次打击 更多是为了警告乌克兰 而不是真的下狠手 这个观点目前是比较有争议 其实在我看来 普京既然要反击 又不想真的打到战争不可控制的局面 完全可以下决心 用这200枚巡航导弹 去打击地孽薄荷上的桥梁 切断从乌克兰西部到 顿巴斯顿涅斯克哈尔科夫等地的 乌军后勤补给 哪怕重点打击乌军几个机场 让这几个机场长期无法修复 都比在这么多城市里边 打对乌军作战能力 不构成影响的这些目标强得多 现在这种打法 更像是为了面子出口气 与其说是为了打赢战争 不如说是打给俄罗斯的国内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赢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赢战争